第31题比赛结束 由小天使和水滴头组成的黄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所以小黑和火焰头要接受惩罚 火焰头的惩罚是挑战高空跳水 火焰头在跳板上用力一蹬 他从跳板向上跳起 然后众生入水 线线小天使和水滴头三人在旁分析火焰头的运动状态 请问哪些人的说法是正确的 线线说火焰头从跳板向上跳起 运用到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火焰头瞪我们的跳板对跳板施力 跳板给他一个反作用力 让他能够向上跳起 所以线线的说法是正确的 小天使说火焰头从跳水过程中 他的重力未能越来越小是错的 因为前面说火焰头是先从跳板向上跳起 才众生入水 他向上跳起的时候 重力未能是增加的 而不是减少 所以小天使的话是错的 水滴头说火焰头的跳水过程中 重力只害他落下时有做工也是错的 我们对有施力有位移 那么就会有做工 如果施力跟位移的方向相同 就表示做的是正工 如果施力跟位移的方向相反 就我们做的叫做复工 那么当我们重力向下 那么向上跳起的时候 重力有做工做复工 往下掉的时候 重力有做工做的是正工 所以并不是只有在落下时有做工 向上跳起的时候也有做工 做的是复工 所以小水滴头的说法是错的 只有线线的说法是对的 因此第三十一题问我们说 哪些人的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答案选择是A 只有线线正确